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大选的号角正式吹响 朝野各阵营也摩拳擦掌投入备阵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昨晚在西蒙大会上 向在场的支持者勾画出了第15届大选的美好景象 认为西蒙能够赢下超过112个国会议席 然后重新执政中央 经历喜来登政变 在也势力四分五裂的情况下 西蒙真的比509更有底气 拿下112席吗 西蒙这个饼是不是画得太大了呢 陆丈夫表示 在过去两年 西蒙承受和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及考验 包括是否要统一竞选旗帜 未来的方向议席分配 甚至到近期 槟城要求解散州议会的事件 都一一考验着西蒙的团队精神 但他表示 西蒙如果要成功 就必须要团结齐心 要排除外难 集中火力去迎下不成 新闻之间 不能够有任何的分裂迹象 Bayangkan 大家发挥想象力 想象一下 11月19日当晚 选委会主席宣布 西蒙迎下超过112个国会议席 重新上台 而在投票日的隔天 他也遇见西蒙的总秘书塞夫丁 收到来自国家王公的通知 邀请西蒙主席安华入宫 净见国家元首 准备宣誓成为首相 陆兽福 陆兽福 盧兽福画的这个大献饼似乎是色香味俱全 让在场的支持者各个情绪激昂 可是在喜来登政变之后 政坛三强鼎立的今天 西蒙还有可能单独获得过半议席重新执政吗 政治学者潘永强在接受八点职热报访问时表示 陆兽福的这一番言论 其实只是打仗前古武士气的政治语言 这种是一种古武士气 振奋这个继承的一种政治语言 那不一定是一个很科学的 或者很精确的一种估算 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西奥联盟应该是可以保住60个国会议席 潘永强表示 下届大选应该不会有任何政党能够单独执政 而西蒙要做的是尽量提高自己手中的议席 当中的关键就是投票率 他指出 如果华人选民能够积极出来投票 那么西蒙能够取胜的其次就能够增加 如果股东这个投票率或者在这个选前的最后一两个礼拜选战可以升温 我们投票率可以到65或者70以上 那么希望联盟能够取胜的席次就可能会增加了 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六甲或者是柔佛州的州选举 只要是当天没有躺在家里 没有不出门的 有出来投票的 那么大概78%以上还是会支持西蒙能够 所以投票率对西蒙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潘永强强调 下一届大选不会有任何一个阵营能够单独获得固办议席指振 因此各个阵营都必须要确保自己获得越多的议席 来增加自己在筹组联合政府时的筹码 而如果西蒙要增加自己的议席 投票率就成了关键因素 如果西蒙要在下届大选拥有更高的主动权 那就必须要确保选民特别是华裔选民出来投票 只要投票率达到七成 那么西蒙能够取胜的席次就会增加了